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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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星期五晚的城市特首 今天在演播室由阿卓陪你首 即將來到尾聲的這個暑期 遇上奧運令民旅消費相當火爆 文化和旅遊報的數據顯示說 暑期各地推出了超過4000項 約3.7萬場次的民旅消費活動 有旅遊平台上暑期國內的酒店 機票的搜索熱度同比漲了20%以上 中國遊客在奧運期間 赴巴黎的訂單同比增長 也超過105% 入境遊方面表現相當不錯 整體訂單同比增長了一倍 暑期的民旅成績單 認真不錯 好 下面來看看今晚的熱手榜 特首跟你開講 禪寶來了 顧運冠軍全紅線炮圓盒 全紅線與同學面對面交流 全壽水花消失術 誰 那邊有女人 接著它們痛 人家最終一位 就是一下水花的動作 愛人可見 水花瓶 精英克風力的看到 特色很猛 拿到手之後 這麼多小櫃 給他好覺得 可以把它做上冰箱線 他看到家裡的門上 有一些水工人 曾有河流 運照他的燃業情 那才到是燃光冷 所以說白天跟晚上 各有各特色 每個味道就很像 如未 很臭的那種 積水的味道 因為你下雨天的時候 引擎回去 水就會擠在裡面 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你車停好了 拿紙巾擦乾淨 帶輔車門就確保裡面是乾床的 就不會有這個臭味了 小區保潔阿姨把垃圾到進電梯縫區 敦煌一景區 諾婆突然失控 遊客別倒在地 有相關部門刺利這件事情 這個看您自己 您可以選擇做或者不做 或者您來現場看一下 這個是沒有強制性 都是訊號的 當時在逛那個許多博物館 人太多就被擠到了EBL 然後發現這兩人在摸魚 就感覺還挺有趣的 寶媽吸牌子 福克黑神話 五胸戰甲 成品超級經驗 網友松溫八六板西游記 發現裡面藏在一件 山東博物館的鎮景之寶 小博物館這麼多 用手工編製,然後用機器再縫製 我從20年返鄉回來 一直在從事這個行業 現在有不斷的創新 在草帽上加上裝飾各種造型 來做出口做外銷 40天的三伏天就來告一段落 明天就正式出伏 出伏是否意味著氣溫會回升 雨神是否還會眷戀廣東 一起看看今晚的灣區新氣象 看看最新的天氣走勢 灣區新氣象 昨天過了柱柱,週末繼續蒸魚 持續了將近一個星期的雷雨大風強港水 終於告一段落了 今天起,廣東雨勢明顯減弱 太陽又會撥開雲霧曬過來 那些曬不乾的衣服有望直面天明 是重見天日 週六日大部分時間多雲間情偶有鎮雨 氣溫回升,又熱了 這個星期三 全省平均雨量有172.6毫米 這個數據有甚麼含意呢 日降雨量在50毫米以上 通常被認為是暴雨特別 100毫米就屬於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 50毫米雨量紀錄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 就好像一個水盆在24小時內 積了5厘米高的水都夠浸腳 而廣州就是這樣的一個大大大大水盆 日降雨量平均累積50毫米的深度 就足以令低跨地區積水影響交通 甚至會有小型的水流問題 172.6毫米 就是意味著在短時間之內 有大量的水湧入排水系統 從而導致城市內路、城鄉積爐 山洪泥石流等很多問題 是很實際的 看看明天氣預測 十手便是仔尼咯 仔尼咯 廣州鎮雨氣溫26至34攝氏度 東莞鎮雨轉多雲氣溫26至33攝氏度 中山晴氣溫26至33攝氏度 十萬火急之下消防員 降水救援 救人與水火 手手 8月21日中午 廣州市遭受暴雨特站 天涸區等多地 短時間內降雨量劇增 引發嚴重的水浸現象 13時57分 廣州市19指揮中心 接到來自120急救中心的緊急求助電話 說天涸區沿村二橫路 呈介西南舍大街一串民房內 一名女子突發心臟病 情況危急 極待救援 但由於暴雨導致周邊的道路積水嚴重 且事發地點處於複雜的城中村區域 救援人員難以轉移 需要消防到場協助 接報之後 沿村消防救援站迅速響應 立即組織消防員趕闊現場處置 到場後 消防救援人員發現 該名女子雖然意識清醒 但因為病情嚴重 沒有辦法行動 經過現場醫護人員的評估確認 救援人員小心翼翼地 將這名女子揹起 降水慢慢穿過積水區域 經過10分鐘的緊急救援 消防救援人員成功將該名女子 安全轉移至120救護車 並迅速送往附近的醫院接受治療 因為送醫及時 目前該名女子 已經成功脫離生命危險 來到特首街訪的環節 很多人都會對自己的個人信息 加以保護、小心 事關今時今日個人信息洩露的風險 認真不小 越來越多的平台 需要登記各種個人信息 在方便和安全之間 你會如何平衡和選擇 網上直接買我家裡的 就不用出去了 但是我一般都是 會在外面玩的比較多一點 有陷阱就用陷阱 反而方便一點 就是比如說 大街上遇到 類似的是 讓你填寫 電話呀 身份信息呀 住址呀 這些就是 去委婉地拒絕它 比如說外賣的話 這也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填寫假的信息 這些小程序啊 或者是軟件 其實都是方便我們的生活 如果說它真的能給我 帶來便捷 比如說註冊一個什麼 然後買東西給便宜 十塊錢、二十塊錢 我還是會去做的 但是說就是 因為手機號的話 因為它一般在註冊的時候 它就會同步過去 所以你沒有辦法改成手機號 你就只能去 去那個怎麼說呢 去把你的名字改一下 就比如說 你如果是真的想要去知道 是哪個平台去 洩露了你的信息 你就可以說 比如說你姓王 那你如果是淘寶 你就叫一下 買著王陶 京東你叫王金 這樣的話就是別人如果說 問你 你是不是王金女士 你可能就是京東給你洩露了 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反偵探 這幾次就要 我一般是有必要的 就會開通一些 然後沒必要的 我就還是會自己手動去操作 總感覺還是有點危險 來十五運還有四百多天 大阪區各城辦城市 都是如火如荼準備當中 我的廣州 我的十五運 第七場系列故事戶 邀請了九位數字技術企業代表 進行分享的 講述 數字技術 和大型體育賽事的密切關聯 同時為怎樣助力富能全運會 進行暢響 從全國首個 無耳蜂窩移動電話 在廣州老運會期間接通 到為了提升十五運會的網絡質量 數字科技力量加大投入 富能全運會賽事 科技和體育的深度融合 實現了賽事的高校組織和精彩呈現 我們所有的全運會的場館 網絡的改造提升 同時還要新建5G基站256個 這個泛全運場景的網絡質量的提升 以此來提升整個這個全運期間的 廣州的網絡質量的一個服務的感知 第十五屆全運會 也將是首次由粵港澳三地 共同承辦的全運會 來自粵港兩地的科技企業 將會傾盡全力 帶來一場視覺盛宴 這些全息的效果 以前可能大家都會在電視 或者電影上看到 這些影像技術 其實我們是有各級級專利 可以幫全運會 帶出一些更加立體的形象和效果 在一個城市裏面的形象 人家會覺得 是一個更加有創科、創新 和有科技感的一個地方 雲計算的基礎設施 都有非常好的一個佈局 不單單是在廣東 阿里雲的話 我們是經過奧運會 亞運會這些大型賽事的一個歷練 我們是巴黎奧運會上面 影響面最廣的這個子彈時間 我們是可以看到這個子彈時間 結合我們運動員的這個運動的精彩瞬間 可以呈現非常好的這種效果 類似於電影特效 它對於我們還原運動員的精彩瞬間 然後讓我們觀眾 也可以充分地去感受這個運動的魅力 在法治廣州揚帆啟行活動中 特首了解到 今年頭七個月 廣州仲裁委員會受理涉外案件450多宗 標籍額超過40億元 已經接近2023年的全年總量 同比增長65% 同時仲裁原來原地 由去年的23個國家和地區 增長至約50個 實現在一帶一路 沿線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全覆蓋 通過推動廣州庭審模式在境外落地 廣州仲裁工作的國際化程度 正不斷提升 廣州仲裁委員會有一種開啟的方式 它叫做遠程的智能庭審方式 那麼當成的仲裁員只要有這個網路 有電腦打開或者是手機打開 來參與這個行程活動 那麼這種智能庭審的方式 它會為我們仲裁員和案件的當成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選擇 從而也會加快了解案的速度 除了將前延的人工智能技術 和仲裁工作深度融合 研發出集七大智能指系統 於一體的仲裁全流程智能化系統 廣州仲裁委員會 還打造了仲裁秘書的廣州標準 這個也是我國的首個仲裁秘書標準 也是全球首個跨機構認可的 仲裁秘書通行標準 首先它是填補我們國家 關於仲裁秘書這個行業 它的一些規則方面的空白 因為仲裁秘書它這個職業 其實是在2022年的職業分裂大典裡面 才首次被列入的 這種職業一直不被人們所看見 中國的仲裁秘書制度 它其實一定程度上 它是屬於仲裁程序的一個部分 它其實會影響到採決在境外的一個認可度 這幾天一隻橫空出生的猴子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3A遊戲黑神話吳空正式解鎖 多間海外平台遊戲銷售直播紀錄 紛紛刷新的同事 也令人們看到大灣區以經濟建場之外 同樣蓬勃發展的文化產業 遊戲科學十年磨一劍 終於帶領中國遊戲進入世界第一梯隊 同時也帶來了遊戲產業 電競產業、文化產業的深度思考 我帶來期待值很高 畢竟是咱們國內第一款3A大作 目前還沒有 就是真的很難 我從昨天打到現在才空了第一關 在一上架的時候 我們就進行了這個下展 同時的話是安裝了這個舞台版的話 來給我們最應的這些遊客來去進行試玩 很多人的話就是玩了之後就捨不得放手 這個遊戲在整個市場來說的話 會比較受歡迎度會比較高 它不光是我們中國的遊戲公司 題材也是我們中國的題材 所謂3A遊戲是指開發成本高 開發周期長製作精良的遊戲 黑神畫、悟空故事背景 源於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 共歷時六年製作 在開發過程中 團隊前往山西玉皇廟 重慶大竹石坑、浙江、時獅子等 全國多寸明星古蹟進行實景掃描 力求在遊戲中高度還原中國的 古建築和文化元素 直至8月21號中午12點 該遊戲在全球多的遊戲平台上 總銷量超過了450萬份 銷售額超過了15億元 Steam平台上面 好評率超過半支95 穩居多個全球銷量榜的冠軍 從成為包款 都代表中國文化出海的遊戲 黑神話悟空以一己之力 打響了中國單機遊戲 對外輸出的第一槍 我們在2016年看到 大概美國的單機市場 100億 日本50億出頭 中國1億美元 不到 我們當時就斬盡結束 所以我們認為在10到15年內 我覺得中國的單機市場 會達到日本 甚至超過日本的規模 2023年 深圳正式推出 深圳市 關於建設國際電競指導的 躍軍措施 對電競行業 進行多維度 精準固執 它其實是得到了 整個中國文化的 氛圍的加持 中國50%以上的網友產值 其實都在深圳 所以它本身是有這個環境 現在的遊戲產業 它的社會價值 正在慢慢被認可 包括奧委會承認電競入澳 還有2025年的全運會 大家在同心認識電競 也同時在重心認識遊戲 已經啟用兩年的中山港 藥品進口口岸 已經進口3,000多批次的藥品 今年上半年 進口批次同比增長超過8倍 增長率畏居全國前列 一起收收 位於中山國家健康科技產業基地的 這一家製薬公司 每年進口蓋製支數片 超過4,000萬美元 此前主要從深圳和珠海等周邊 口岸通關 從2022年起 公司通關業務 逐步轉移到中山港口岸 從深圳那邊過來的時候 大概是要3,000塊錢一條貨櫃 之前走珠海的時候 我們大概也要1,400左右 然後現在走中山港 因為它就在我們的隔壁非常近 大概10分鐘的路程 然後費用上就有一個很大的降低 大概550元左右就一條貨櫃了 中山港口岸的便利通關條件 不單止可以滿足藥品進口需求 還能夠充分保障企業的供應鏈安全 在通關方面開通電子口岸後 珠海那邊仍要採取 就是人工現場取單 而深圳跟中山這邊是不需要的了 在通關審單時間上 中山港口岸會比深圳口岸會早兩三天 藥品是有效期管理 那麼你的通關的實現性 還有競爭力成本都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一個藥品的口岸程式 特別的便利化和成本的降低 所以我們企業插上了一個翅膀一樣 助力我們會更好的發展 去統計 口岸自啟用以來 已經進口3,700多批子的藥品 其中個半是中山本土龍頭藥企 生產所需的化學原料藥 中山藥品進口口岸優質的服務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企業在中山進口 自口岸通關以來 已經有來自五個省份的23個企業在中山進口 其中近八成是外地企業 那企業利用中山市立 省藥檢索中山實驗室的快抽快檢優勢 最大限度降低了企業的進口成本 也吸引了很多企業在中山開展藥品進口業務 那今年截止企業底 進口藥品總共達到了2250匹 曝光貨值超過了3.6億元 分別增長了830%和300% 在全國近年新貨皮藥品進口口岸中位於前列 在新時代體育強國建設的精情當中 弘揚奧運精神激發青少年對體育的熱情至關重要 今晚廣東實驗中學麗灣校舉辦了一場異議非凡的活動 特邀奧運冠軍全紅蟬走進校園和師生 開展精彩互動交流 這次活動旨在深入貫徹體育強國理念 激發學生對體育的意外 提升體育素養 為校園注入蓬勃活力 同時也鼓舞著廣大青少年在奧運精神 和體育精神的引領之下 積極向上勇攀高峰 為實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貢獻力量 今天廣東實驗中學麗灣校區的體育場館內 熱鬧非凡 因為奧運冠軍全紅蟬要和同學一起上一堂 特別的開學第一課 當全紅蟬和教練何威夷一起入場的時候 馬上就受到了師生們的異烈歡迎 在同齡人面對面的學生提問環節 同學們提出了主要關於跳水項目 以及全紅蟬成長經歷的問題 全紅蟬都內心地予以解答 還展現了她那種特有的鬆弛感 完全壓力的話我覺得可以聽一些課 然後做自己比較放鬆的事情 或者去逛逛跟朋友去聊聊天之類的問題 一起去聊聊聊天之類的感覺 想到就先去做吧 也不怕 隨後 播放了全紅蟬賽前二生視頻 引發了眾人的關注 何教練為大家分享了 作為體育經濟運動員 也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難 每月都會有受傷或腦損的情況 大家可能會看見 上一屆窮蟬身上只有一個位置 綁的那個風帶 但這次巴黎大家都看到 好多護衛都有這些我們叫支持帶 就是說幫助他的力量 的確是損耗 的確是負荷 每天花時間 花在正方風帶有多少時間 這些風帶 那些腳彎板 那些東西 都要花8小時去幫忙 緊接著 全紅蟬和教練何威夷 為大家展示 並傳授了水花消失信 同學們都非常感興趣在這裡學習 之後同學們和全紅蟬一起進行了互動 全紅蟬還為參與活動的同學們 送上了簽名 此外 現場還準備了特別的禮物 全字盲俠 紅字盲俠 和蟬字盲俠 他們分別寓意著 全紅蟬在吊水生涯中的全面發展 國旗的鮮艷顏色 以及蟬聯冠軍的輝煌成就 全紅蟬還和學生代表 一起進行了手印留念 學生代表周圍全紅蟬 送上了他喜歡的玩偶 花束和竹風 接著師生們進行了大合照 活動結束的時候 全紅蟬還來到校園的世界冠軍林 他之前在這裡種了一棵 水花消失樹的樹苗 如今已經生到枝繁葉茂 今天我們參加了全紅蟬的一個 分享經驗 還有分享我們高中學子的一些問題 我最大的說獲其實是 我聽到他對高三學子們的一個鼓勵 和激勵的一個講話 所以我覺得我心中也感覺非常的激動 然後我還要當他的簽名 所以非常的開心 或是最後一個 這個學期要躲遞 然後呢 勤奮 就是遇到困難 還有遇到緊張的時候 要自己緩解 自己調整 就是他在鼓勵我們 不要放棄 我們希望每個學生都有一些體育愛好 其中部分學生要把某一項體育運動 變成他的特產 就是他完整人格的塑造 在這些學生身上體現得非常充分 其實現在對學生的成才的選拔 他標準和方式有多途徑的 都維度的 讓我們的學生在體育方面 如果有特產 我們會支持和鼓勵他 並且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條件 綜合能力的提升 他不只是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 以及社會教育 就是家校社聯動 在這個體育成績的獲得上 是表現得比較充分的 這場活動不單為學生們提供了 跟奧運冠軍近距離接觸的寶貴機會 更有力激勵著廣大省實學子 積極向上 勇於拼搏 傳承愛國團結 求實創新的省實精神 相信在奧運精神 和體育精神的感受之下 同學們將在成長的道路上 不斷追求卓越 努力成為祖國建設的動良之才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而不懈奮鬥 轉個話題 據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的預測 目前我的銀發經濟規模 大概是7萬億元 2035年將會達到30萬億元 銀發產業具備長達幾十年的 清晰穩定的成長邏輯 和行業紅利 一起聚焦經濟熱點 助力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 今天早上第八屆 中國廣州國際養老健康產業博覽會 在廣州廣交會展館開幕 本屆廣州老博會展覽規模進一步擴大 設了養老加醫療加家政三大主題展 全面覆蓋了長者日常生活的多重場景 多角度展示了銀發經濟產業成果 眼前這一台脊柱機器人 就運用了多項智能技術 通過散發 他會深度地學習明朗醫生的深度手法 把脊柱和旁關間進行按摩 AI姿態感知器 摺疊代步車 可編程積物傳感器等等 在本屆廣州老博會上 多款兼具智能化和人性化的科技產品量上 特別在健康家務類的產品 受到不少養老相關從業者的關注 超關懷的這個纖維壓力傳染器裡面 有1224個傳染點 所以可以清楚地知道 這個人哪壓了沒壓 然後還可以去監測他的呼吸體動 水滋心率在床裡床 在床裡床我們可以做到一秒之內就可以警報 這個也是現在目前這些睡眠袋和雷達難以做到的點 所以是有這樣的高精度的檢測設備 就會非常準確地能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同時我們還有那個社區服務站 社區服務站裡面有人會24小時監控這些數據的變化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精準的採集數據的設備 你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經過七年的發展 廣州老博會已經成長為粵港澳大灣區養老展第一品牌 展覽規模位居全國養老展會前列 是廣州和國內城市開展養老產業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屆老博會以粵港澳大灣區養老第一指名定位 在展區設置 展商招商 參展體驗等方面進行了優化升級 積極推動 由展覽平台到行業庫能服務平台升級 助力康養行業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近日河原的劉女士在一場感冒之後頻頻劇烈頭痛 發作的時候眼淚不斷飆 經過檢查發現她得的是腦膜炎 病人竟然是一隻爛牙 爛牙究竟跟腦有甚麼關係 小小 今年44歲的劉女士來自河原 上個月感冒有輕微的發燒 一開始她以為只是小問題 但幾天之後她的頭就開始劇痛難忍 一開始當地醫院診斷她得了偏頭痛 只是開了止痛藥給她 但點醫也醫不好 隨後劉女士又去了另一間醫院做檢查 又診斷她是腦血管狹勢導致 但無論點醫也好 劉女士的病情是越來越嚴重 隨後她來到廣州求醫 經診斷她居然患上了老毛老鹽 但她的病情相當奇怪 在患者的腦急液裡面發現了 牙的普雷臥菌和牙癮的單胞菌 普零單胞菌 這兩個菌平常都是口腔裡面的細菌 無緣無故腦裡面 為什麼會走進了牙科的細菌 醫生表示 劉女士的病情很可能和爛牙有關 劉女士想起早在2022年 她左邊的大牙有個孔 平時不腫不痛 所以也沒有太過在意 結果搞出個大頭髮 醫生判斷 劉女士的口腔細菌 亦有可能是經過鼻腔入侵大腦 從而引發老毛老鹽 遇到油鑼起火怎麼算好呢 可能很多人一時半刻都會手藤腳鎮 近日 一則散頭是兩位小孩哥在家成功處置油鑼起火的視頻 在網絡廣泛流傳 他們臨危不亂正確處置 上演了一場教科書級的滅火行動 我們一起學習吧 據監控視頻顯示 當時油鑼飆出的明火越來越高 這個穿著黑衣的男生馬上說了一句 鑼蓋 這個穿著白衣的男生馬上到旁邊的鑼蓋蓋住 將鑼蓋蓋住 鑼蓋住之後 明火被成功撲滅 視頻中這兩個小孩 是山後市11歲的林俊浩和10歲的林毅浩 兩兄弟平時在家裡會幫忙做家務 當日兩個人在廚房準備炒菜 一邊賭油開鑼一邊聊天 想不到油鑼蓋過熱突然起火 當時我想看哥哥炒雞蛋 我當時就跟哥哥聊一下天 然後哥哥就先把油給倒了 然後就燒開 然後他當時挑雞蛋 然後再洗一下鏟子 沒想到就短短幾分鐘 風就開始燒火了 想法起老師平時講過的消防安全知識 他弟弟急中生智 立即叫哥哥關閉火源 並且用鍋蓋滅火 當時我看到油鍋起火後 也是有一些緊張 但我瞬間想起學校 老師平日講過的消防安全知識 油鍋起火需及時關閉火源 接著可用鍋蓋蓋住滅火 我便下意識提醒哥哥這樣做 很快哥哥在弟弟的指揮下迅速行動 成功化解了險情 然後後面我們就是跟我媽說 我媽來了周圓 掀蓋鍋蓋 裡面那邊就存出來了 兩個弟弟臨危不亂 教科書級的滅火 思路清醒 指揮流暢 令我們不禁感嘆 正確滅火的重要性 對此他們的家長和學校老師 都深表恩惠 他們兩兄弟平時在家裡 也會幫忙做做家務 這次能夠自己即時處置這個險情 說實話我也沒有想到 但感到很欣慰 作為家長 以後我們也會跟他們 一起來學習消防安全知識 畢竟消防安全真的很重要 來到儲暑時節 儲暑是24節氣當中的第14個節氣 這個節氣標誌著夏季的結束 和秋季的開始 人體的生理機能 也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有所調整 所以說合理的養生保健 顯得有為重要 一起聽聽醫師的建議 儲暑意味著出暑 即燃熱的天氣逐漸對去 暑氣自此為止 進入氣障意義上的秋天 但南方地區很可能會出現 秋老虎的現象 依然是燃熱難耐 此外 處署後雨水減少 空氣濕度降低 容易引發臭臭症狀 譬如口乾、咽喉不息等 醫生建議市民們 在處署時節 可以適當進行食保 緩解秋老虎帶來的不息 一個是滋陰論噪 像平時可以多吃一些蘋果 梨、葡萄、銀、百合蓮子等 這些滋陰之品 第二個是要適當地增加一個 酸性食物的食物 像橘子、山楂等 這種食物都是有助於 保護我們的肝跟肺的 第三點是要避免一個辛辣食物 然後多吃一些鹼性食物 像西紅柿、辣椒、茄子、馬鈴薯 處署時節也是一些疾病的高發期 在此期間 市民可以通過合理的飲食調養、 起居調護、懲治調養 和運動鍛煉等的措施 更好地適應季節的變化 保持身體健康 一個是癌腦跟感冒 它的預防措施主要是 一個滅蚊蟲跟一個預防接種 感冒的預防 它主要是一個適當的增添醫物 然後注意保暖避免著涼 第二個是一個心血管疾病 它的預防措施主要是 我們一個科學的生活跟飲食習慣 平時的話要戒煙、獻酒 適當的運動 保持一個心態的平衡 日前 環圍工人張相遠 在清理垃圾的時候 居然在重電當中 撿到一筆意外之材 但是他沒有上入飛飛 而是第一時間尋找失主 並及時歸還 用實際行動全息了 誠信和善良 近日晚上 張先生在自己負責的區域 清理垃圾的時候 發現了一張床墊 為了方便同事對床墊進行運輸 於是 他用刀具對床墊進行設幹 剛剛把床墊割開 從裡面就掉了十幾菌 用塑膠袋包著的東西 拆開一看 竟然是一搭搭的人民幣 逐足有十五萬 當時張先生並沒有多想 只是想立即要尋找失主 將這十五萬歸還給他們 我學路不高 但是不是四十大錢 就應該還給人家 我能幫助別人 我就很高興 紀錦周節 張先生找到了失主 並第一時間 將這筆巨款歸還給失主 失主林先生 對張先生十甘不滿的選舉 表示了真摺的謝意 張先生的同事都說 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張先生以為平時工作很踏實 他保潔落袋 人比較多的 工作量比較大 於是清清淺淺 從沒錯過差錯 一前 記者來到韶關馬市鎮 張先生和他老婆劉女士 正在忙碌 他們穿著橙色的工作服 手拿著掃把 垃圾鏟等的工具 正在清掃街道 執拾垃圾 看似簡單的工作 但是他們每天都要重複上千次 張先生說 像他這樣 十甘不滿的環圍工人有很多 他只是其中一個 張先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 傳遞著一份份社會正能量 近幾年 隨著北京市生態環境不斷改善 野生動物也越來越頻繁 在城市中現身 甚至乎是出沒在市民身邊 為首都北京增添了一抹夜性氣息 但有些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肉 卻大使獵殺野生動物 手手 李某住在北京市淮遊區淮北鎮 為了捕獵野生動物 滿足自己的口腹之肉 李某在自己家承包地 果園等地 私自放置獵捕龍 獵捕夾等工具 據調查 2023年5月至6月期間 在北京市淮遊區淮北鎮 非法獵殺了一隻中華斑鎮 經鑑定 鮮案中華斑鎮 是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價值人民幣5萬元 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屬於國家所有 在此過程中 如果遇非法獵捕殺害國家珍貴 並為野生保護動物 將依法受到刑罰的懲處 中華斑鎮有稱青羊、山羊 喜歡單獨活動 善於在裸岩上攀遠 主要食用青草、棺木亂葉和野果 作為北京原生野生動物 中華斑鎮 是北京目前唯一的野生牛科動物 由於中華斑鎮的數量 逐年減少 也被列入了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紅色名錄 成為瓶藝物種 除了獵殺中華斑鎮 李某仲在2023年5月至12月期間 在北京市懷游區懷北鎮自己家 承包地、果園等地 使用捕獵龍、捕獵夾等 非法獵捕野生鹽蟲鼠三隻 野生刨一隻、野生果子梨一隻 經鑑定 該案物種都是國家三有保護野生動物 共計價值人民幣4,650元 2024年8月14日 北京市懷游區人民法院環境資源法庭 組成七人合議庭 公開開庭審理再拼起 非法授獵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 被告人李某接受審判 野生動物資源屬於國家所有 是生態環境重要組成部分 李某在未取得搜獵許可症的情況下 非法獵捕野生動物 其行為違反了搜獵法規 以及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管理制度 破壞了生態平衡和物種多樣性 自使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 犯非害珍貴必違野生動物罪 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罰金人民幣5,000元 犯非法授獵罪 判處居易6個月 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一年 還行一年 罰金人民幣5,000元 賠償野生動物資源損失 人民幣5萬4,650元 就破壞野生動物作用的行為 在北京市一家市集以上媒體 向社會公開陪你道歉 我是絕對不在動 回去了之後我也做領遊社 我也讓我讓我 也不讓別人在動這兒 近年來蕭興市淮集院冷坑鎮 充分利用土地資源貧富優勢 因地製而發展濃光互補項目 引進華電濃光互補產業項目 實現了對土地、空間、陽光的高效利用 作力鄉村振興 在兆慶維集院冷坑鎮上外村一處平原處 一排排太陽能光復發電板整齊排列 板下的瓜樓藤蔓 原住棚架延綿生長 府下身來隨處可見翠綠的瓜樓果 懸掛在枝藤上 呈現豐收在莫的喜人景象 記者了解到 瓜樓亦稱豁柳、熟湖老科 是多年生攀原草本、藥食兩用的植物 主要成分為三貼造金類化合物 具有清廢化痰、寬空散結、潤牆通便等功效 被廣泛應用於中藥材市場 在基地上方 太陽能光復發電板已經安裝完成 經過成片的光復板藍色多精規組件遮陽之後 即使在燃熱的天氣裡來回穿梭、瓜樓藤萬間 亦都可以感受到絲絲的良意 以這些溫度條件正好符合瓜樓 起溫暖潮濕的生長雜性 為瓜樓提供了良好的生長環境 農光互補項目 然後施行這個板上綠色發電板下開展農業種植 將這個農村的這種閒置的零散的這種地 進行一個整合然後進行再利用 接下來,冷鏗鎮將會在科學規劃佈局 農業產業項目的基礎上 進一步推進光復發電與農業種植相結合 大力推廣農光互補綠色發展模式 借光照亮,鄉村振興老 說這麼快,今晚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節目最後記得關注 城市特首的微信公眾號和視頻號 我們的大庭小平繼續陪著各位 好了,明晚同樣時間,繼續陪你首歌 再見 好嗎? 好嗎? 我這麼快 離開 好 我們 嘩 我們